维和防暴队好看吗 我是自己亲身去看了之后才过来跟大家分享的 不黑不吹的说很好看 电影都已经看完了 我还在说啊 时间这么快吗 我还有点意犹未尽呢 这是一部呢聚焦于维和警察 这个我们不熟悉的特殊群体的一部电影 节奏非常明快 剧情紧张刺激动作场面也非常燃 特效效果呢 看着也让人很舒服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 同时我也看到了网上一些喷子开始嘎黑了 说场面不够宏大 我反倒觉得战斗场面挺好看的 而且这是有真实事件原型的 维和部队它本来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要在很多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完成任务 不是说跑那闭眼睛 突突突突突当海盗去了 他们的每个举动都代表着国家 一个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甚至改变国际形势 反正呢我看着觉得是很好看 也很真实 不是那种无脑的爽片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战斗是需要换弹夹的 也可以看到他们不是无敌的 他们是会受伤会流血甚至会牺牲 为了维护和平 他们义无反顾去他国执行这样危险的任务 展现了我们大国的实力和责任以及国际地位 我们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事实也的确如此 现在外面 欧乌战争啊 巴以冲突啊 到处是战火纷飞 百姓是琉璃失所 但在看我们呢 我们还在看电影啊 在想着武艺到哪去旅游啊 我们不是没有经受过苦难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我们也经历过那样苦难的日子 记得在电影《八百》里面 只是一线之隔 我们呢 在用血肉和生命守卫我们的国土 而租界里面却是风格迥异歌舞生平 他们甚至把我们当成电视节目一样 在直播 在观看 转眼 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现在生活的和平安定 他们成了我们新闻里才能看到的报道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 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 我们才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才有这样的底气 我觉得这样正能量的硬汉影片应该多拍 别让什么寒流啊 娘泡文化这些垃圾 影响了我们青少年的价值观